看这个我老公刚刚花200块钱 去祥宏龙帽市场买了几种海鲜 200块钱买三种海鲜 我们看看他都买了啥 现在他正在处理 他说今晚的饭菜全部交给他 不需要我搞 哦还没弄米饭 米饭弄 等一下 哇他都杀好了 今晚红烧吧 还有什么 我哪知道 这个是花甲 这个是锁子蟹 还有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这个锁子蟹现在都不肥美 还好就这样 我给你们买了一个这么大的 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下不了手了 你赶紧弄吧 我觉得最肥美的应该是国庆差不多吧 对那时候是最肥美的 应该是我们那个奥农 差点买下来的 奥农哎 然后多少钱一斤 140 那一个多少钱 500块钱 我不是吃奥农的人 我觉得我消化不了 然后还有一只 他说少了一只脚的 给我100一斤 然后趁下来200块钱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买那么贵的 吃了吃了我会胃消化不了 你知道吧 会那个胃胀 没问题 主要是我不会坐 那个奥农他怎么坐 不然的话我买费了 这个人最近有点大气 我飘了我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 做饭的男人是吧 所以说你要经常做饭 展现你的魅力 懂不懂 我没有魅力 我现在是发老 就是照到头里头 不还是需要一点魅力的 对不对 需要 要 这是准备的配菜 辣椒 香菜 葱 生姜 大蒜 你切还我切 我来了 好 那我淘米煮饭 这是高风干档的 人家又不会跳 他们正在慢慢的张开嘴 这个虾煮出来 那个虾头为什么是这种颜色 难道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过虾了吗 咳嗽 闻到曾经的那个味道了 还记得那一年在惠州也是这样做 好久没吃到吧 是吧 所以我说让你经常下厨 做的好吃过几天再买一点花椒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还是你下厨 下厨 下厨 下厨不简单了吗 只是不想动啊 你们有些动啊 就是娶了媳妇就变懒了对不对 我的媳妇谁还做饭哦 有人做啊 大把的人做饭 差不多开饭了 还有一个那个叫啥 南瓜 你们又买了什么菜 凉菜 要不要夹点豆腐乳吃 咱们吃吧 咱们吃它 咱们吃它 咱们吃点 咱们吃